明天可以说是NBA整个常规赛赛季最重要的一天 尤其是对于西部六七八九十的五支球队来说 明天一战大概率将决定他们的最终排名 那么目前来说谁是最不利的球队 毫无疑问是荆州勇士 胡人打灰熊那是十拿九稳 打蹄虎也是天客 集中赛的时候蹄虎根本不是胡人的一盒子敌 所以搜关二连送问题不大 至于国王队打开拓者根本不可能输 唯一的悬念就是打太阳 但是太阳显然不想放胡人或者勇士进钱拔 大概率会放国王一马 所以我同样看好国王搜关两连送 至于勇士 打爵士肯定不成问题 但是打蹄虎那问题可就大了 首先蹄虎想要争第六 对决勇士绝对会拿出百分之百的状态 其次蹄虎的阵容可以说是天客勇士 强大的封建群和瓦兰的一注晴天 完全不是勇士的天罡矮人阵能够相抗衡的 双方上一次交手发生在1月11日 那场比赛勇士主场作战可是依然产败提虎三四六分 我也是对那场比赛做出了点评 只可惜产招哀库举报 违规下架 这更加证明了勇士和提虎的差距 库里哥哥的粉丝 甚至不敢正视这场失利 只能通过鼓住耳朵和眼睛进行自我催眠 那场比赛提虎对合计八人得分上刷 全场以57.4%的投篮命中率狂轰141分 勇士对沉弱的身体素质以及可怜的高度 根本无法与提虎相抗衡 只有提及明珠的表现 这个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担心广大哀库不喜欢听 那就直接看吧 篮球比赛一寸长一寸强 况且论运动能力 提虎也远在勇士之上 这属于天赋属性的全面包围 勇士完全没得打 圣基只存在于两点 第一 勇士球员力追移动长城弘力 远近力投射的体系民主战法 发挥到极限 投出无比夸张的三分球产量 用进攻打蒙提虎 第二 就是需要勇士的猛将出手了 铁牛格林 火炎罗鲁尼 霹地火控民家 圣索苏僧踢基地 拼命三郎小佩顿 甚至是摸着天保罗 这些猛将如果出手立功 勇士同样有一战之力 另外再加上主场的优势 综合来看 提虎赢面占八成 勇士占两成 但是无论如何 库里哥哥要努力了 绝不能像上一场打提虎的表现 甚至是今天打开拓者的表现 也不太够 但是今天的比赛 具体就不点评了 我评估了一下 感觉风险比较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